能够观一切法空 不住在虚幻的相对境界上 就能够在财社名利中 不起烦恼 经典中说 心如工画师 画种种武云 一切世间中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一耳 如佛众生人 原来生命的现象 只是因缘假合 如梦幻泡影 只是我们任以为真 随着外在情境 起慕安乐 起不不已 我们要怎么样享福我们的心 比方说我们 比较深的就是会去学 像白骨观啊 贪真吃怎么样 比方说你对社的方面 你会有这个贪欲 觉得这个小姐真的很漂亮啊 怎么样你就会起那个贪欲 那真的要去学这个 这个白骨观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再怎么漂亮 他死了皮肉烂了 剩下骨头 多恐怖 还有其他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 比较贪心 我们学着怎么样去布施 你有舍才有德 你看有的人 你可以从你周边去看 一毛钱都要 如果看 只要拿得来的他都要 结果他有没有比人家有钱 没有 有些真的很有钱的人 他是蛮节俭的 可是他会布施 因为他有布施 有舍了才有德 要从很多方面 我们要看这个贪真吃 有的很愚痴啊 你怎么样愚痴 你就好坏分不清楚 那你只好求佛菩萨 我们多拜佛 多礼佛 让我们能够智慧 能够开 如果说过去身世的 这个无名遮蔽了 你要 你跟他讲什么 有时候他不见得 听得进去 那唯一的方法 就是说 叫他多念佛 多拜佛 让心能够清静 能够去改变 他的这行为 我们总是习惯把事情分作 好与坏 喜欢和讨厌 忧与烈 不断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 分割世界 也让自己的心 一直有久于两边 停不下来 一旦遇到顺境 心生欢喜 遇到逆境 心生烦恼 心绪如此起伏 又如何能够自在呢 十方新闻记者 蓝与荣台北采访报道